自杀苏联前领导人列宁一案的原始材料被公开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1日报道,俄罗斯叶利钦总统图书馆B-O-R-I-S-Y-A-L-T-S-I-N-P-R-S-R-D-N-T-A-L-L-I-B-R-A-R-Y,在自己的门户网站上发布了关于列宁的刑事案件的原始材料 图书馆趁,1918年8月30日,无政府主义者范妮卡普兰向列宁开枪 据报道,在图书馆的材料中称,这份长达105页的刑事案件原始材料已被数字化处理 其中包括调查中的证据、描述和图片,还有列宁的病情报告 在这些已被数字化的案件材料中,包括以系列称为重演的图片 在这些图片中栽现了此杀列宁的场景 他们是由率众设沙漠代沙皇的俄罗斯革命者雅科夫·尤罗夫斯基制作的 图书馆趁,关于刺杀列宁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列宁的健康报告书 最后一份报告上还有列宁的复言 基于这份报告和我的良好感觉,请不要打电话和提出问题 从而打扰医生 1918年8月30日,在发表完演讲之后 列宁正准备坐进汽车遇刺后受伤 开枪者被认为是范妮卡普兰 他随后被枪决,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